这里是山东烟台 我身后正在建造的就是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蓝金二号 它究竟有多大呢 让我们跟随无人机一起去看一下 蓝金二号呢 有37层楼这么高 7200多平米的甲板上可以容纳901辆小汽车 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018年蓝金二号将建成完工 它能在水深超过3000米的海域工作 最大钻身15250米 将近两个珠穆朗玛峰那么高 它4.4万吨的块头能够抵御15斤以上的飓风 适用于全球95%的深海作业 有了这枚定海神针 我国将向更深海域里探求清洁能源 2018年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批重大科技设备 将惊艳亮相 这是全球赛言的最大水陆两极飞机AG600 继2017年年底陆上成功首飞后 2018年它将在水面上实施首飞 它能一口气巡航4500公里 承担森林防火水陆运输等多种任务 这个海上救援小能手还能一次性救助50名遇险人员 2018年30艘世界上最大矿沙船 新一代超大型40万吨矿船将陆续下水出海 它们能力强能远航2.55万海里 效率高装卸速度是一般船舶的两倍 不仅高效还很环保 每天能节省20吨燃油 排放废弃还不含流氧化物 2018年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脚溪挖泥船 天空号挖泥船也将正式试航 开展沿海及深沿海港口航道输郡 及围海造地工作 2018年我国自主创新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控制系统的4500米赛林潜水器深海勇士号 将投入到深海科学考察中 2018年它将远赴南海和西南印度洋 展现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和科研水平的新实力 在山东济南 我国下一代超级计算机 一级原型机正在建设 2018年建成后 我国超算能力将有望突破百亿亿次 2018年 一个个大国重器 彰显国家实力 助力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